香港人越來越有環保意識 懂得把垃圾分類 拿去社區回收街站 或者扔去回收桶 最近有公司提供上門回收分類服務 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實The Loop是一個月費的上門回收計劃 我們會上門幫客人分類 再把回收物料送去他們要去的工場 我們現在最主要是以張國外作為視點 其實我們很希望可以改變香港人對環保的觀念 因為環保不是免費 垃圾的生產者應該由責任去妥善處理自己的廢物 用戶只要網上登記月費計劃 就會獲得一個大鐵籃 方便你勾在家裡回收 將可以回收的膠瓶 紙包飲品盒 外賣盒 膠袋 發寶膠 玻璃瓶 清洗乾淨 和拿走不可以回收的部分 放入膠裏面就可以 至於有什麼不可以回收 看看Apps的分類簡介就會清楚了 每個星期指定回收日 只要把膠勾在鐵閘門口 就有人回收處理 記得要跟管理公司說聲 這些就是我們回收回來 分好了類的一些回收物 這裡就是5號塑膠 這裡就是2號 然後4號塑膠 那邊就是1號 發寶膠我們會運到荃灣維修的寶藏 去處理 紙包紋盒 我們會給Miu Miu 去做紙張 去做承設紙 或者其他紙皮 另外那些金屬 或者塑膠 我們都會運到本地的工場 去處理 有人說我放入回收箱就行了 為什麼要用你的服務 George說 之前新聞都有報導過 回收箱搞回收事件 令很多人對華保回收沒有信心 另外還有其他原因 街上的回收桶 是有一個害群芝麻 將一些髒東西倒進去 其實整桶都不能用 也不會有回收箱 幫你倒出來逐件清洗 這個問題 你又阻止不了其他人去污染 其實香港一直都有班 很有心的義工 去幫街坊做一些分類回收 但是我們認為 因為回收其實是每個人 自己要負上的責任 不應該消費義工 他們無私的付出 去完成自己回收的工作 這個也不是一個 很長遠可行的計劃 所以我們提供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每人要照顧自己的桶 在家裡的桶 你不會弄得很髒 就可以逼到所有人 去妥善處理自己回收的東西 很多收回來的回收物 如果它不合格的話 我們會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讓它自己去處理好 我們下次才會收回來的 謝謝你的 請離開 找到一個人的 請離開 請離開 請離開